不胖爱旅行玩家带你看房车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我身后这款来自于瑞福目前来说最高端的一款B型房车瑞福R900是基于福特T8也就是福特V363底盘打造而来的啊 这个车目前应该是我们国产底盘B型房车里面比较高端的一款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旅居款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究竟怎么样值不值得起它的售价 首先报一下外扩尺寸这台车5998×2164×2950啊整个车6米内蓝牌c罩可以开 但是呢它有一点就是这个车高啊达到了2米95这个在B型车里面真的不算一个比较低的车高了 整个外观福特T8的前脸还是颜值很在线的啊 这个是瑞福的B型车版本可以看到中间有银色的两条的一个试条 然后LED的带透镜的大灯 我觉得样子还是比较漂亮的中网整个是熏黑的 然后我们刚好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台这个是江陵原厂的T8的B型车啊 这个车前脸跟刚刚那个瑞福R900就不太一样了啊 是这种点阵式镀铬的 可能豪华感显得更足一点 然后R900的这个的话运动感显得更足一点 呃我们这一期视频主要讲解R900 然后下一期视频我会做一个这两台T8底盘B型房车的对比啊 车顶安装了一个金属的行李架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射灯啊 这个射灯的话在瑞福这边叫它露营灯啊 整个外观的配色是一个绿黑配色 整个的线条拉花怎么样符合你的审美吗 这是这台车整个外观的情况 那我们下来上到内饰去看一下这台车内部是什么样啊 上到车内按照惯例我们来先看整车布局啊 中门上来以后前方两个主副驾驶的座椅 然后在车身左侧中部是一个卡座区域啊 后排还有两个座椅 这是一个四座车型 在左侧的中后部卫生间的区域 车尾是一张横置的大床 这个床是非常有亮点的 一会跟大家说 车的右侧中部是厨房的区域台面 回到中门 这是这台车整体的内饰布局情况啊 我们下面看一下整车内高啊 我身高180整 我穿上鞋181不到182 然后我的头顶差不多 还有几公分大几公分的距离 这个车内高应该是接近一米九了啊 这是整车内高的情况 在B型车里面 这个内高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啊 下面来盘点一下这辆车的储物空间表现啊 我觉得是它的一大亮点之一 首先这个区域是我最喜欢的 厨房区域 它有很多很多的抽屉 这样的抽屉 一二 底下这个稍微薄一点啊 三四 然后在侧面这边还有一个抽屉 五 就是它整个厨房区域啊 抽屉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你可以分分别类放很多东西啊 但是有一个缺点不足 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 让你放一些稍微大一点的锅呀 这些东西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是厨房区域 然后厨房上方有两个吊柜 它的吊柜都相对来说浅一些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对来说 这个近深没有那么深 其实这样做的话 虽然牺牲了一定的空间 但是它考虑到的是 大家看一下啊 我如果在这做饭的话 如果这个柜子做的太厚的话 我低头洗东西的时候 很容易就碰到它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 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个便利程度来考虑的 包括这边卡座区域 这个吊柜 也是啊 不是特别的深 那么就考虑到我们 如果要做里面这个卡座的话 不容易碰头啊 后面上方 这也有个吊柜 然后呢 在后床 后棱床的上方 有非常大的四个吊柜啊 这个吊柜整个的深度 就是比较好的了 这个深度要比前面的吊柜要更大了 所以整车 其实大家看下来 它的储物空间 包括车内 其实这个是车内车外 共用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比较大 整车内部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真的在B型房车里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注意到 它在这些吊柜的下方 还给你安排了一些这种 开放式的储物格啊 目前这台展车在这儿放了一些瓶瓶罐罐 但是其实实际使用当中 我们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放在这儿的 肯定会洒出来 就是这个 开放式的储物槽 如果能把它的这个挡板 做的再稍微高一点 那么它的实用性就会更强啊 现在这个挡板虽然是有一个大概一厘米的小挡板 但是太低了啊 里面的东西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洒漏出来 在前面的额头部分两侧是也有两个开放式的储物槽 大家看这个储物槽的挡板大概有三公分左右的高度 这个里边的东西就不容易洒落出来啊 在前面这儿还有一些这种也是开放式的储物槽 旁边有这种绳制的啊 绳制的这个挡板 这些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优化一下 稍微把它做高一点 可能这样是为了美观吧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实用至上的人啊 如果不实用的话 美观没有用 但是如果你实用又加上美观的话 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啊 下面我们来看细节 首先这台车其实比较吸引我的 是它的灯光搭配是不错的 上面我一个一个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所有的灯都关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后照明灯 它是有区域划分的 看到了吗 前后可以单独开启 然后前后的氛围灯 也是可以单独开启的 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顶灯 就是它的灯光 各个区域的灯光可以单独开启 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啊 包括它的灯带和整个照明亮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那种特别明亮的一个 射灯光源的设计 但是所有的光线都是比较柔和的 然后勾勒出一些线条 同时呢 这个虽然看起来柔和的光 其实是让整个车内照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灯设计 是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啊 第二排座椅的设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因为用了一个折叠的小桌板 所以说第二排乘坐的时候 前面腿部空间非常大 我坐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腿部空间非常非常大 非常宽裕啊 可以往前伸到几乎腿伸直的状态 然后这个额头部分的大天窗 这个是可以开启的啊 也让整个的后排也不显得那么压抑啊 前面一眼望过去 除了前挡风还有一块大天窗 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整个座椅用的是这种乘用车的座椅 靠背可调的啊 在行车过程中乘坐应该是会比较舒服的 那么这个桌板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在这儿现场操作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桌板啊 面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首先这儿有一个小卡扣 打开以后呢 先要把这个桌板撑起来 然后它是做了一个两段折叠式的桌板啊 这样的话整个的面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底下有一个托盘把它弄出来 然后底下有一个支腿 支腿打下来 然后在地上有一个孔位 让这个支腿上有一个箫子 直接插进这个孔位里面 整个桌板就比较稳妥了啊 看一下这个面积 真的是非常大啊 然后在副驾的这一个座椅是可以转过来的 副驾的座椅因为有这么一个延长的桌板 它是真真实实转过来以后能用到桌子的 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车型桌板只到这儿 那么你副驾座椅虽然能旋转 但是副驾座椅旋转过来以后 是没有桌子可以用的啊 所以说这个桌板的折叠方式 包括其实它折叠出来以后 这个稳定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唯一要吐槽的是什么啊 我觉得这个桌板整体的这个材质 或者说它的配色 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显质感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台车整体内饰的质感是比较好的 黑色和这种比较深褐色木纹的搭配 再搭配上一些浅色的木纹啊 什么深灰色的这种这个试板啊 其实是比较高级的 但是大家看这个桌板就是第一 颜色我觉得如果用一个灰色啊 深灰色或者说一个比较深显质感的颜色会比较好 第二的话就是其实这种亮面的桌面 首先它会比较滑对吧 其次的话其实是不显质感的 如果你能把这个做成一个那种磨砂面的桌面 我觉得不管从使用的便利性 还是从桌板的一个高级感啊 都会好很多 大家看现在这个亮面配一个白色 就显得是整个车内比较廉价的一个部分啊 跟其他的地方好像质感就不太一样 这台车的卫生间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车在B型车里面 这个走道算是比较宽的 因为它用了一个半折叠式卫生间 咱们可以看一下打开卫生间门 里边马桶前面几乎现在是没有空间让你去坐的 那么我们这个卫生间可以整体的往外拉 最后啊拉到这个位置 对拉到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呢 卫生间的马桶前面就有区域可以去坐了 然后马桶使用的是一个粉碎马桶啊 直排马桶 这个马桶我个人感觉还是 呃在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营地比较缺乏的环境 排污水的地点也比较少的情况下 这种直排的黑水的马桶可能没有那种抽拉马桶来的方便啊 然后后面有一个洗手池 这个花洒拉上来以后可以洗澡 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啊 里面可以放一些瓶瓶罐罐 上面是双向换气扇 然后有灯带 加上整个的这个防水帘 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啊 这就是这台车的卫生间啊 半折叠式卫生间 当然呢 这种半折叠式推拉的卫生间 肯定是不如那种一体式卫生间 你在淋浴的时候防水效果好的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水从边缘渗出来啊 但是它整个卫生间的地板其实做了一个下沉啊 应该问题不会特别大 这是卫生间的部分啊 这台车的后床是它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啊 首先这是台B型房车 那么它后床是一个后横置的床 它的尺寸我觉得目前是B型房车里面 比较天花板的存在了啊 后床长度2米05 宽度达到了1米3啊 这个床铺尺寸已经跟很多C型房车的后床尺寸差不多了 那么话不多说啊 这个尺寸我们躺上去 我身高180体重180 躺上去给大家实地的来测评一下 看看它的空间怎么样啊 现在我脱了鞋躺上床 这刚好有个枕头啊 我头顶大概还有哎呀 十多公分的我再往上来点啊 头顶现在还有十公分比较宽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床的宽度啊 我躺在这比较胖了啊 我身边躺一个人还是比较富裕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脚底下的空间啊 这个床我觉得整体尺寸真的是非常不错 在我们体验过的B型车的横床里面算是真的很大了 然后我没有动啊 我屁股没有动地方 大家看一下我的脚底 脚底离这个墙面大概还有十公分啊 所以说这个床2米05的床 真的是空间非常非常的足够啊 然后在床头也有这个取电口 这边也有外推床啊 这边其实床头的这个我特别喜欢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 如果说我要拿个什么东西 我从床上躺着一坐起来 马上在这就能拿什么手机啊 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随时用随时拿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同时在后床的上方也有一个天窗 这边有音响功放 然后包括有两个报警器啊 烟雾报警器和一氧化碳报警器 包括在这边也有一个拉帘 在睡觉的时候把它拉上以后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小的私密空间了 所以说这个床铺的部分 真的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看一下厨房区域 刚刚储物空间我们已经盘点过了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水槽 这个厨房区域大家注意到没有 其实它的整个台面在B型车里算是比较大的 除了水槽以外 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它没有在这儿放电磁炉啊 这个我比较喜欢 本来我以为它就是没有电磁炉 可能随车送一个便携式的呀什么的 然后呢 它在这儿 在这儿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抽拉的机构 在这儿做了一个电磁炉啊 当然这个电磁炉也功率比较小 应该是个800瓦左右的啊 烧点水啊什么的 简单的烧个东西可以 那么如果把它设计在这儿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个抽拉的机构 把它隐藏起来 不影响我台面的操作面积 那我觉得有它就有它吧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啊 把它推回去 这个就是整个车厨房区域了啊 在这儿说一点啊 整车用的是10级的环保板材 这个环保等级是没问题的 然后配色我比较喜欢 这种木纹加上一个深灰色 看起来很有高级感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 这个刚刚说到的桌子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质感方面 有一点点出细啊 如果后期可以优化的话就更好了 这就是整台车内饰的细节表现了啊 电气系统盘点一下 首先四路监控 这边是5000瓦的柴暖啊 柴油暖风热水一体机 然后呢 在这边是福罗斯特的148升双开门的房车专用冰箱 顶部多美达IBS4的房车顶制专用空调 厨房下方有一个微烤一体机啊 这个也是在房车上比较实用的一个配置 车尾有一个墨薄的洗烘一体的三公斤洗衣机 整车驾驶室福特T8这个底盘 确实整个的内饰是比较漂亮比较有科技感的 然后整体的一些出世性的配置 包括定速行航呀 这些大屏啊 这些配置都是有的啊 这个咱就不多啰嗦了 水电配置给大家盘点一下 水的话145升的清水箱加75升的灰水箱 加45升的黑水箱 这个跟咱平时看到的这种用抽拉式和式马桶不太一样啊 它黑水箱容积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直排的形式 所以说容积大的话 可以减小我们去排黑水的频率啊 那么电力系统的话是48伏 200安时的电池 也就是10度电左右 但是呢 这台车是不带太阳能板的啊 因为这台车上面是选装了金属的这个行李架啊 逆变气的话比较大 5000瓦的逆变气啊 所以说这台车在水电配置方面 我觉得在B型车里面还是相当够用的啊 同时其实这台车的底盘也是带了一个双发电机啊 一个12伏给这个底盘电池供电的发电机 再加一个48伏给后箱部分发电的发电机 那么这个车行车充电的功率应该是可以达到3000瓦左右 行车充电也是比较给力的啊 所以说顶上太阳能板的缺失就显得没有那么的不好了啊 这是这台车整体的水电配置方面 那我们现在下到车外去 带大家看一下这台车车外的配置情况啊 来到车外首先看一下车身右侧的配置情况 这个车我注意到应该是加装了一个这种固定式的小踏板啊 就是比较长 在前面的副驾驶部位也有 然后打开中门我们来看一下啊 打开中门以后这个车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 它用了一个电动的踏步 但是是手动控制 没有跟车门联动的啊 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在有一些情况下 其实它可能打不出来 比如说旁边的距离比较近啊 有石头什么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和车门联动的话 一开车门它自动出来可能就会磕到啊 再有一个就是那种联动的踏步 可能你打开车门了 你都准备上去了啊 结果它还没伸完 它还在动 包括你下车的时候也是 一开车门你都要下来了 它还没伸出来 所以说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手动控制的踏步啊 那么侧面的中门遮阳帘 这个也是有的啊 这不是遮阳帘啊 口误啊 说错了这个是防门帘 然后在这边也有一个220伏插座的一个取电口 所以说呃 这个车整个这块的配置 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就是 福特T8这个底盘 作为B型房车的话 它的这个侧向的推拉门 比V90啊 V80啊 伊威克呀 以前的那种特别呃 就是货运版本的那种底盘啊 要好关很多 大家看一下 我用一个比较小的劲儿去关它 然后看一下这儿 这儿就已经平了 我们以前常错过的V90 包括也看过伊威克的B型车啊 这个门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 使劲的去拉 这边才能关好才能平 要不然这边就会翘起来啊 就是门没关好的状态 所以说整个福特T8底盘 真的是从一些细节方面的使用质感上 更接近乘用车 舒适性更强了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确实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这个位置是冰箱的一个散热口 然后这里是整车的清水箱注水口 并且带了一个快插的取水功能啊 从这儿用一个快插的接口 可以通过滑洒去取水 这边有一个220伏输出的插座 5孔啊 再加上两个USB 这是整台车右侧的配置情况啊 对了 上面还有一个遮阳棚啊 3.5米的比较长 而且这个遮阳棚大家看到 它没有像很多B型房车一样 打在这个车体上面啊 固定在车体上面 它是在车顶上的那个金属行李架上面固定 让它的高度进一步的增高了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然后来到车尾的话 这个车车尾刚置的爬梯 然后右侧有一个拓展的小储物柜啊 T8我发现它整个后尾门可开启的角度 两边都非常的大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侧直接可以开启到180度 然后这边这一侧同样也是啊 可以直接开启到180度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现在尾门打开的一个状态 那么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开这么大的啊 我们就拿旁边这个V362来看一下 这个V362它可开启的角度就会比较小 看这个只能开到这90度左右吧 90度出头 这一侧也差不多啊 看一下这两个车尾门打开的角度 是不是非常明显啊 来到T8车尾我们继续来看啊 整个的床铺如果打开后尾门就暴露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了 非常非常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然后它整个后箱的这个储物空间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后这儿是一个贯通的 你可以放一些长的自行车啊 一些长的什么高尔夫球包什么的 然后这个位置同样是有一个小挡板的 可以把这个位置挡起来啊 在右侧这个小仓门里面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有充电的连接线水管可以放在这 然后左侧的话那边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啊 这个床板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掀起来的 所以说这是整个车后部的储物空间 真的是非常充裕啊 来到车身左侧啊 我突然发现这个T8的尾灯真的也非常漂亮啊 看它是一个没有颜色透明的外盖 然后里边有一些这个灯形的设计 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啊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作为一辆B型房车 它的后横床能坐到2米05呢 就是因为首先第一T8这个车型 它本来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 这是先天优势啊 其次的话就是两侧各做了一个比较厚的盲窗 咱们看一下这边啊 两侧的盲窗凸出来都比较多 但是呢整体的造型咱们看一下不是很突兀 因为它前面是一个流线形起来的 并不是说在这儿突然凸起来 然后折过来 所以说这样一个设计啊 整车外观看起来没有那么突兀 同时呢后床坐到了2米05 这个也是它设计上的一个亮点啊 然后看一下整车左侧配置就很简单了 在左后方这儿有一个双充电口 这个是可以用新能源的直流快充装来充电的 这边的话是一个可以用交流慢充装 吸孔的母头啊 来充电的一个充电插口 同时呢这个插口也可以接试电220去进行充电啊 这是它整个的充电电箱 然后这块有一个小舱门可以把它关起来啊 那整个左侧基本上配置就是这个了啊 没有其他的了 这就是整个车一个外部配置的情况了 那好吧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来自于瑞福房车 基于福特T8底盘打造的这个R900B型房车了 它官方指导54.8 其实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我觉得它的亮点 它的内装的一个精细程度 也差不多是国产B型房车天花板了 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虽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它其实车内有一些小小的不足啊 但是我觉得整体瑕不掩瑜 尤其是它床铺 其实是我们房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舒适 所以我觉得整体这台车产品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瑞福一向以来 它的车身拉花车身设计外观还是比较漂亮的 怎么样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54.8 得到这么一台比较豪华的B型房车大玩具 你觉得合不合算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那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拍到这了 大家不要忘了长按点赞按钮一键三连 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包括关注和评论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